如果你坐飞机时遭遇了空难,该怎么样才能自救呢? 首先,当飞机遭遇不测时,会有一些反常的征兆 飞机机身开始剧烈晃动,然后迅速下降 机舱内会出现呛人的黑烟 这时候你就可以确认万分之一的美运降临到了你的身上 或许这是一场空难 随后机舱外也开始冒出黑烟 发动机被迫停止运作 飞机的轰鸣声也突然消失 空中传来一声巨响 机舱内便被尘土占领 但越是这种情况下,越要保持冷静 认真看完这条视频,或许就能留你一条小命 首先,在坐飞机时尽量避免穿高跟鞋或拖鞋 这会给你的紧急逃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一定要清涂自己距离紧急逃生口有多远 在发生火灾或者浓烟弥漫的时候 能够快速地找到紧急出口的位置 用水或者饮料沾湿毛巾和手边能用的面条 捂住口鼻,弯腰或者爬行到紧急出口 以免被浓烟呛到耳屈养 第三,如果头顶的行李架有非常精硬或者非常重的物品 要把行李放在脚边,以防颠簿时砸生自己 如果因为自己的行李丢失了生命,那可太憋屈了 第四,在遭遇空战时一定要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自乱阵脚 因为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 人一旦产生了恐惧,就会失去判断能力 而在这个时候,恐惧是非常致命的 甚至有些人恐惧时连打开安全带的紧单举动都无法做到 更不可能活着离开即将最火的飞机了 第五,在机舱破裂急剧下降时 机舱内的压力会突然增大 氧气会变得稀薄 而你只有大概15秒的时间自救 在你因缺氧混迷前 一定要注意氧气面罩是否落下 自己戴上后再去帮助他人 还是最优的方法 第六,在飞机上要仔细听广播 系好安全带 尽管逃生的几率非常渺茫 但是安全带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你在飞机落地前的安全 当飞机解体在空中翻滚时 避免你在机舱内来回撞击而受伤 甚至丧命 当然你也要学会怎样挤开安全带 一旦飞机坠毁 如果你坐在机尾的位置 就还有生还的可能 来降落时一般都是机头线着地 机尾或许这个时候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只要坠落后你的意识还清醒 就要尽快地远离飞机残骸 因为飞机坠毁时会产生爆炸 而火从机头开始蔓延至机尾 这期间有几十秒的时间供你逃生 不要再去浪费时间拿你的行李 因为这架坠落的飞机随时有再次爆炸的风险 这个时候一秒都可以决定你的生死 不要犹豫努力往前跑 或许你就是那个幸运儿 今日东方航空的坠毁让我们无比心痛 但是大家也不必太多担忧 根据权威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空难的概率在逐年降低 如果按照2000年的飞机失事率来算 在每天都坐飞机的情况下 或许要3223年才会出现一次飞机事故 就连洗澡吃饭的死亡率 都比飞机失事要高得多 就算真的不幸遇上飞机失事 学会这些保密小技巧 或许可以保住你一条小命 大家还有什么关于空难自救的小知识 欢迎在留言板上讨论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持续为大家来科普知识 那么下期再见了